好,我們現在要開始上一個段落叫做物質的分離 在這邊我們會教一些把物質分離的方法 然後每個方法都有它利用的性質要背下來 一些實驗有它的注意事項也要請它注意下來 所以我們要學的是物質分離的方法 那我們利用物質之間某一種性質的不同 讓它在混合物當中把它分開 這就是所謂的物質的分離 比如說硫跟鐵喇喇在一起之後 我們可以把磁鐵蒙過去 還要把鐵粉吸起來 鐵粉跟硫粉就分開來了 所以我是利用磁性把硫粉跟鐵粉分開 那這種把東西拿出來 讓它變得就只有A物質 這種過程叫做純化 存化 那麼每個東西要求存化的目標不見得一樣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半導體啊 那種台積電聯電做的半導體 它要把矽晶圓存化 它要存化到99.999% 這樣才能夠製成好的半導體的產品 所以它存化的程度非常高 那有些可能要求也沒那麼多 那這個一個意思而已 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我們會跟各位提到的 有關於物質分離的方法有 溶解過濾法 蒸發結晶法 我會提到真六分六干六跟濾紫色層分析法 我們現在 現在當會要講課內容 就是溶解過濾 蒸發結晶跟濾紫色層分析 然後但是我會交代一下真六分六 真六也會提到啦 然後分六干六 以後會講 然後我會稍微帶一下 第一個叫做溶解過濾法 如果單純的講的是過濾 那麼就像個篩網 做家政客的時候 拿個篩網 麵粉倒下去搖一搖搖一搖 然後呢 細的就通過 粗的就留在上面 這個是利用顆粒大小的不同 把它分開的 但是我們要教的是溶解過濾法 要倒在水中 喇喇耶 有些會溶 有些不會溶 所以我們說我們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把它分離 我剛跟你說過了 每一種分離的方法 用的是什麼性質不同 你要記下來 好溶解過濾法 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那麼下一個叫做蒸發結晶法 就是去煮 煮了以後呢 水就跑掉了 然後呢 底下就有結晶留下來 這個叫做蒸發結晶法 做結晶的方法有很多種 我們教你的是蒸發結晶法 那麼有的水就跑掉了 是啊有的沒有跑掉 這是利用廢點的不同把它分離 利用廢點的不同把它分離 所以蒸發結晶法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這就是它去煮 那用煮的方法有很多個 除了蒸發結晶之外 還有所謂的蒸六分六乾六 它都是對東西加熱去煮 所以呢 那像蒸六跟分六也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那這是一個物理的變化 物理的變化 那剛才的蒸發結晶去煮 蒸六也去煮 那有什麼不一樣 基本上如果我要用蒸六把的時候 跑出來的那個蒸氣 我會再蒐集 我都要 我都要 那如果在講蒸發結晶的時候 我只要那個留下來的東西就好 跑掉之後給它跑掉 不理它 但是過程是一樣的就是去煮 那分六也煮 但是它是分段蒸六分段 因為東西太複雜 沒有辦法一次做完 所以就分段 隨便亂說 比如說70度到100度一段 100度到120度一段 所以呢 它蒸六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還是混合物 而不是純物質 那至於這個乾六呢 是我們下學期要教的 如果隔絕空氣加熱 隔絕空氣加熱 為什麼要隔絕空氣 以後再說 那麼加熱之後 就使東西發生一些 分解一些變化 這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呢 蒸六跟分六是物理變化 那麼乾六是化學變化 那麼什麼是物理變化 什麼是化學變化 我們不久之後就會跟你講 什麼叫物理 什麼叫化學 又會跟你說 叫做蒸六分六跟乾六 那麼最後一個是 綠子射程分析吧 就是把東西呢 放到綠子上 加水一滴滴的點完 它就會向外擴散 然後呢 有的跑的快的在外圈 跑的慢的在內圈 這個是利用它們的附著力不同 把它分離 所以綠子射程分析法 是利用東西的附著力不同 把它分離的 分離的 好這以上就是介紹一些 我們要用的分離物質的方法 請記住 每一種方法是利用 它的哪一個性質 把物質分離 這個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OK